我下一个方法叫形叠形 怎么形叠形呢 其实我不会是一次性去画准这个三角形 你们会也觉得很难 我也是觉得很难 我也不会一次性画准 我顶多就是轻轻的 只要是观察了 只要是观察了 你就是整体了 好这个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 去抄颜色 去把这个形状画出来 这个你看很明显 这是黑色 很明显这是黑色 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吧 很明显这是一个颜色 你就发现了 这个形状你可以画出来 这个形状可以画出来 画到这个时候有个小转折 你发现你可以精确这个点 跟这个点这个形状 好也就是说你画画速度变快了 你再磨磨磨磨磨到这 磨到这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一块形状 这是一块形状 加起来是一块形状 这个点在这精确了 所以你就发现了 利用颜色找形 你比如说这个同学 他晚上才能回我 因为他在美国 他都是希望老师 这么好的课大卖 然后他在美国 他跟我们这边有时差 但是他也买到了这个课程 小颜色一画 这里小颜色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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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发现了什么 局部的形画出特点了 局部加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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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铺局部 局部铺局部 铺着铺着 这个点变实了 这个点变实了 就可以看形状 铺着铺着 小形有特点了 小形有特点了 加起来变成整体的一块黑了 你看我是什么 局部画 再加一个局部 变成一个整体 再加一个局部 又变成一个新的整体 再加一个局部 又变成一个新的整体 好局部这个地方确定了 我就看点 我就会轻轻的 你看我觉得这是白色 我就会把这里铺灰 灰色的形状 我会把这里铺暗 暗色的形状 这个点要精确了 我会看点 这个点精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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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发现 我不是一遍找着 听懂了吗 这是黑色 黑色 然后你看这是灰色 这里白一点 这又是黑色 然后我会发现 灰色加白色 加黑色 是这个形状了 加起来是这个形状 加起来这一半 是这个形状 所以你看我画的形状 还有特点 你就发现 你们平时都是 画完它只管它 你从来没有包裹 所以包裹也是一个 看了每一段的距离 又把它看到大距离